印度阿三来华嚣张挑战 结果惨遭中国选手重拳狂杂 打得对手头晕目眩 这是一场经典的中印对决 游农民拳王阎西波对战印度沙伊塔亚加瓦利 加瓦利号称眼镜蛇 职业战绩6胜2-3次KO 留着满点的胡子 看起来比较唬人的样子 对手阎西波大家应该都非常了解 原本从事健身教练工作 但对于武术格斗的喜欢 也令他走上了格斗之路 曾四次击败日本选手 擂台上独特的压迫打法 赢得了国内全迷的喜爱和认可 因此他被称为中原飓风 比赛开始后 双方都在相互试探 突然加瓦利使出一记扫踢进攻 对手则是灵活躲避 随着比赛的进行 阎西波使出扫踢的同时 不料挨了一记后手迎击 还被截住腿 阎西波健壮也是迅速挣脱 但印度选手毫不示弱 主动上前进行压制 突然使出一记高扫击中头部 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这时加瓦利将对手逼在围绳边缘 想要发起进攻时 不料阎西波一记低扫进攻 吓得加瓦利双臂张开 随后迅速调整状态 主动再次上前压制 突然使出组合拳进攻 阎西波健壮搂住对手 直接转身的同时 打出一记后手摆拳击中下巴 将其击倒在地 紧接着快速压制进行赌刀 在一连十几个重拳下 印度选手彻底招架不住 裁判健壮立刻终止了比赛 此时比赛仅仅过去43秒 最终阎西波重拳KO加瓦利 阎西波在擂台上取得了三连胜 每一次的重拳重腿摧毁了对手 取得每场比赛的胜利 中原飓风阎西波好样的 为我中华热血男儿点赞 关注我 了解更多经典赛事